我们来看这道题 临界区的访问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部分 其中进入区负责检查是否可以进入临界区 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进行上锁 上锁之后别的进程就暂时不可以进入临界区 直到这个锁再次被解除 临界区其实是真正访问临界资源的一个代码区域 访问结束之后会在退出区进行解锁工作 再之后再剩余区再进行别的一些其他的处理 所以我们知道临界资源是需要实现互斥的这种制约关系 而不是同步和通信 所以这个题目B和C两个答案其实是比较容易排除的 但这个题目比较容易误选的其实是A答案 他说临界区是实现进程互斥的那段代码 事实上真正实现进程互斥的应该是进入区和退出区 这两个区域 进入区负责上锁 然后别的进程就暂时不能进入 退出区再负责解锁 解锁之后别的进程才可以接着访问这些临界资源和临界区 所以说实现互斥的应该是进入区和退出区 临界区仅仅只是用来访问临界资源 或者说访问共享资源的那一段代码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选D 好的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